上個禮拜真的是對我來說非常 非常激烈的一個週末 感謝神在反敗為勝的季節 然後也讓我經歷很大的得勝 然後我也借了這個台 然後我覺得有一些的話跟有一些的感受 我覺得透過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家人的氛圍 我覺得分享出來 其實對我來說 對我的生命是非常有幫助的 就是我正在經歷一個得勝 就是我很久沒有看A片了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 感謝主 這個過程 其實真的幫助我非常非常的多 那這是一連串的神的工作 在我的生命當中 上個禮拜牧師講到謊言 其實在禮拜六的時候 我跟牧師師母 其實就發生了一些的對話 在那些的對話的裡面 其實師母只是很簡單的問我說 冠生你覺得 做年輕人的這件事情 等等等等的怎麼樣子 沒想到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我發現我的防衛機制就起來了 我的防衛機制是什麼呢 我發現我內心的謊言就是 為什麼我們教會的年輕人 好像沒有辦法 好像有一個很強的凝聚力 其實是我發現我內心有個謊言 因為我是一個失敗者 我是一個失敗的人 是因為我的失敗才導致 這個年輕人的這樣的一個 不管是之前的年輕人的聚會 或者是現在其實面對到很多的狀況 關鍵就是在於我的內心有一個 我是一個失敗者這樣的一個謊言 可是當我內心有這樣子的一個謊言的時候 我所出來的防衛機制是什麼 大家可以聽看看 我所出來的防衛機制是什麼 就是都是因為教會這個童工的時間 排得太滿了啦 都是因為我們早上七點半要成島 晚上要探訪 禮拜三要開小組 禮拜四晚上要敬拜團練團 禮拜五晚上要清雨爐 禮拜六又是從早到晚 我根本沒有時間 我根本沒有時間經營年輕人啊 都是別人的問題 都是別人的問題 都是因為你們這一群童工 聽我 聽好 就是我的防衛機制 都是因為你們這一群童工 跟我年紀差太多了啦 都是你們的問題 其實 但是呢 這句話只凸顯出來一個問題 就是我把所有可能導致我失敗的原因 推到我的身邊 包含我可能會感覺讓我失敗的人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造成非常大的傷害 把所有可能可以幫助我的愛我的人 只要我防衛機制一起來 我就想把它推開 推開 不要讓我失敗 不要讓我經歷失敗的感受 因為我太害怕失敗了 而這樣的一個害怕卻是源自於我內心 本來就有一個 我是一個失敗者的謊言 所以我對於可能會讓我失敗的 把所有一切人事物都非常非常的恐懼 其實我覺得今天 這幾週 蔡院長 蔡院長到我們的中間 我也覺得非常的真實 因為我也在華神念過一個學期 感謝主 我覺得這個過程都有神的每一個安排 在神的這樣的一個話語當中 把我內心很真實的問題顯出來 所以上個禮拜的主日 第一堂 如果參加第一堂的主日的家人們 我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上個禮拜主日的第一堂 最後的最後是在呼召 你內心覺得你是有一個謊言 是你是一個失敗者的 我當下我就放棄我陰控的崗位 我就站出來 我就主啊 那就是我啊 就是我 我就是那個人 所以其實我好久沒有在敬拜當中 把我自己交給神 然後讓神的靈充滿運行 也就是我其實在情感上 有一個很大的釋放 所以其實我就一直非常的感動 一直流眼淚 其實真的非常的真實 並不是 其實一直以來我覺得很真實的是 我是一個非常喜歡音樂的人 所以當我在敬拜的時候 我聽的全部都是和弦有沒有對 節奏有沒有對 氛圍有沒有對 這個流正不正確 我都在聽這些東西 我沒有把我自己交給神 可是我覺得非常的神奇是 當我把練習把這個東西辨識出來 交給神的時候 我就經歷一個很大的自由 我就經歷一個很大的釋放 不再被這些的東西抓住跟瑕疵著 所以鼓勵大家我們都可以一起 在這樣的一個主日的敬拜當中 來經歷神 來遇見神 Amen